150天挖到8309盎司的黄金 27岁的帕克在2021年大淘金第12季 再次刷新了自己创造的黄金收获总数新记录 他也因此在玉空地区开采了超过4.8万盎司约1.5吨 以现在的金价计算超过8600万美元的黄金 但为了进一步扩张他的淘金帝国 帕克最终决定回到了阿拉斯加 并在这里以100盎司的黄金作为保证金 得到了3000英亩土地的开采许可 并有很大可能性在这片土地掌获1100万美元的黄金 所以当玉空地区的淘金祭才刚刚结束 帕克就迫不及待开启了前期的筹备工作 并在初期就准备了5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 因为他将在这里组建自己的第二支淘金小队 与玉空地区的淘金队同步进行 拍摄整个筹备过程的摄像大鸡丹尼再次归队 淘金帝已经在上个赛季全部勘探结束 接下来就是要寻到合适的洗矿工厂 因为租赁的新土地中存在大量的粘桶 牛魔王和铁扇公主都是振动筛类型的洗矿设备 不太适合在这样的土地中运转 帕克要找的是滚筒式的洗矿设备 然而当他们根据线索查看第一套设备的时候 却发现这简直就是当个玩具还差不多 不过设备主人也表示还有另外一套更大型的设备 拥有40年淘金经验的皮特 曾经也在帕克手下干过一段时间 但当听说那套大型设备位于深山老林中 怕冷的丹尼已经做好了防寒准备 寻找新洗矿设备的工作将从此刻正式开启 皮特拥有的滚筒式洗矿设备筛洗速度为150马每小时 无论从规格到各方面的配置似乎都满足帕克的需求 然而当它从上面摔下来后瞬间清醒过来 整套设备有个致命的缺点是大部分零件都是特别定制的 一旦发生故障或者过程中出现问题 购买配件和维修的时间将会是个未知数 而对于他们这种需要筛洗大量泥土的队伍来说 每一分钟的停机时间都会是损失 无奈的帕克最终只能选择放弃 随后又看了几个地方都没找到合适的洗矿设备 最终他决定带着丹尼前往新西兰 虽然那里的土地算不上很肥沃 但每年都会挖出无数的黄金 其关键就得益于世界领先的设计制造洗矿工厂水平 和帕克一起设计制造牛魔王的设备专家杰夫加入队伍 接下来是带着重型装备的好朋友泰勒正式归队 不过车辆才刚刚跑出去100米 摄像大机丹尼就损失宝贵镜头一枚 不过好像对于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都是个开心的故事 而且他反而笑得比谁都开心 作为帕克另一个世界的专职小总管 泰勒一上来肯定是先送上见面里 新西兰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块的黄金 不过这个当然也是个复制品 寻找洗矿工厂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七周 而真正互相合适又契合灵魂的设备很难找到 否则就会像一些人将淘金过程变成灾难品 帕克小队查看的第一套设备有两个滚筒组成 和托德当年使用过的双头龙十分相像 价格也只需要很低廉的20万美元 但作为帕克来说 无论在怎么喜欢怎么便宜的东西 一定要亲自动手操作或者了解后才会做决定 并从中发现是否真的适合自己的淘金工作 四处闲逛的杰夫却在发现了主人家另外一套洗矿设备 从各方的面低条件来说绝对是帕克的理想性 只是售价也达到了70万美元 再加上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运输费用 初略估计最起码需要100万美元才能搞定 无奈的帕克只能暂时选择放弃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泰勒再次化身小队联络员 不断寻找关于洗矿设备的出售线索 然而在逛遍大半的新西兰考察了十多套设备后 竟然都没有再找到任何一套合适的 要么因为清洗效率达不到要求 要么就是价格高的离谱 要么就是故障实在太多 要么就是设备整体设计存在太多缺陷 总之能在各方各面满足帕克要求的一套都没有 不过在经过一路的参观学习后 收获最大的当属设备制造专家杰夫 他提议既然无法买到现成的 不如直接动手设计和制造一台 并在几天后拿出了初步方案的设计模型 帕克一看就知道总算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洗矿工厂 新西兰之行也暂告一段落 接下来将是淘金记真正的开始 当黄金收获只是每周或每年要去读出的数字 当27岁就已经成为年入千万美元的淘金王者 帕克开始学会脸去所有锋芒和暴躁 一心追求属于自己真正强大的淘金帝国 新一年的淘金记同样是从争夺越来越稀缺的土地资源开始 作为以租赁土地为生的年轻淘金者 帕克越来越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最好的土地要么被土地所有者紧紧抱住不放 要么会因为各种各样的资质问题难以进行开采 他知道如果事业一直局限在玉空地区 那么终有一天会因为租不到合适的淘金地而被迫赶出去 所以阿拉斯加3000英亩的土地会是走出去的第一步 但在此之前他还需要将甜菜的土地通天路上45英亩的土地先搜刮干净 因为他的用水许可将在今年年底到期 到时候能否再申请到新的许可都是未知数 所以淘金纪尚未真正开始 淘金小队长泰森已经带领队员开始了前期覆盖层的移除工作 交谈过程中帕克却忽然掌握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大地主托尼甜菜不但没有开始旁边土地水联洞的前期工作 反而在不断往外搬设备 似乎今年同样不准备动用自己的挖泥船 敏锐的他很快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当他主动找到甜菜的时候 两人的交谈是从共同的熟人瑞克开始 自从上一年淘金纪结束后 瑞克就像是彻底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不是重点 当谈及甜菜今年在水联洞的开采计划时 他主动坦白了自己的用水许可还是没能通过 这是从2019年开始的第四年的申请被驳回 所以挖泥船和水联洞的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帕克借机提出想将通天路附近土地一起租过来的想法 没想到甜菜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而且当帕克提出只是固定地租15%的时候 甜菜同样选择了同意 在他看来语气不断求人审批 不如安安稳稳就拿那固定的地租 毕竟这一年燃料和配件价格都在暴涨 自己开采的成本只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加上甜菜又重新放开的租赁区域 也就意味着帕克本年要挖掘的区域达到了整整90英目 如果最终能够顺利完成 那么他们今年的黄金总收获或许可以超过去年 小队长泰森正在带领队员剥离其中一小块区域 但紧接着挖掘机的履带销子断裂 导致了整个履带的脱落 一开始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似乎也注定了 这必定是十分不容易的一年 玉空地区在遭遇过破纪录的一年降雪后 玉空河上的冰雪随着温度回暖逐渐融化 所有小的支流也开始涌入更多的流水 老队员四妹本来还在哼着小曲开着车 下一秒就发现有流水正在灌进料场 赶来的米奇只能一边进行堵塞一边使用水泵排水 但四处漏水的接口又让他们不得不先进行紧急修理 好在最终成功解决了水患避免料场被淹没 淘金记第二周米奇和克里斯也顺利归队 刚好此时泰森也顺利完成了一期料场覆盖层的移除工作 洗矿工厂铁扇公主也正式开启了本年的第一次筛洗 接下来将是属于她7成24小时的漫长淘金记 而当时间来到了本年的第一次称重环节 完整运行了四天时间的铁扇本周黄金收获137.8盎司 总价值超过了24万美元 接下来阿拉斯加3000英亩土地的开采工作也将同步开始 休赛期的时候帕克在新西兰寻找洗矿工厂的工作已失败告终 但设备生产厂家杰夫答应会在本年淘金记开始后 交货一个自己制造的洗矿工厂 然而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 当帕克前来查看进度的时候 得到的答案是因为物价上涨和配件的稀缺 新设备可能得延迟到淘金记后期才能交货 这几乎彻底打乱了帕克的节奏 他不得不亲自前往阿拉斯加像土地所有者约翰解释 因为帕克本来答应了今年一定会在他们的土地上开启淘金工作 忽然的变故让约翰一家十分生气 并表示如果帕克今年不能开始淘金工作 无但之前缴纳的100盎司黄金分文不退 他们也会将土地租给别的感兴趣的人 十分不甘的帕克只能保证一定想办法开始淘金 为了帮助帕克更好的开始 已经在那片土地上研究了十年之久的洛拉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 主动向帕克介绍了另外一个找到黄金的方法 而为了验证他的方案的可行性 帕克又将二把手米奇也给喊过来 比他更为新细的二把手米奇开始立马就进入了状态 对机械十分熟悉的他在丛林中发现了大量老一辈淘金者留下的淘金设备 按照他的说法 通过分析遗留下来的设备的先进程度 有时候也可以间接判断出他们还在地下遗漏了多少黄金 而洛拉的发现也与他的思路不谋而合 他们所在区域的覆盖层达到了夸张的100英尺 而且大部分都是很难处理的洞土层 老一辈淘金人的挖掘方式是通过垂直打洞 抵达富含黄金的历史层后再将整个区域不断扩张 同时将挖到的含金土料一点点搬出来 但过去粗糙的筛洗工艺并不能取走泥土中的所有黄金 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尾矿的含金量甚至已经超过了某些土地 如果帕克对这些尾矿进行筛洗 或许可以大量减少前期覆盖层移除的投入和所需要的时间 而当他们进行了土壤含金量检测后 陶金盆中竟然真的出现了很多黄金颗粒 也就意味着这里最起码5万码的尾矿绝对值得再洗一点 但前提是帕克尽快找到合适的洗矿设备 当帕克和二把手米奇离开后 三哥泰森就成为玉空矿场绝对的负责人 在他顺利结束了这周的陶金工作后 风尘仆仆的二人刚好赶上了本周的称重环节 帕克今年对通天路的期望是每小时1.8盎司黄金收获 但在本周运行了90个小时的铁扇 但最后却达到了224.35盎司远远超出了一开始的期望值 玉空小队本年黄金总收获也来到了362盎司 但一切才刚刚开始 150天要完成1万盎司约311公斤的黄金总收获 平均下来一天就得完成66.7盎司 价值12万美元的黄金收获 这或许是只有陶金王者帕克才敢提出的假设 而他又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实现吗 通天路上1714英亩料厂覆盖层的移除工作已经完成大板 洗矿工厂铁扇公主正以200码每小时的筛洗速度高速运转 源源不断的土料供应是维持设备始终不停机的先决条件 但在刚刚经历过去年冬天创纪录的降雪之后 尚未解冻的历史层又是让所有人都头疼的老大男问题 三哥泰森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一点一点挖掘表层勉强解冻了的一小层土壤 但这对于洗矿工厂无异于杯水车型 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燃料成本不说 永久洞土带来的问题远远不止于此 一些尚未融化的大块洞土不但很难进入设备 即使勉强塞进去了也会对设备造成巨大的威胁 就算最后顺顺利利通过了筛洗环节 其中夹杂的黄金也很难被清洗干净 综合来说选择强行筛洗永久洞土实在是下下之策 思索再三的帕克在与二把手米奇商议后 决定暂时停止铁扇公主的全部筛洗工作 一直等到太阳融化了永久洞土之后再决定是否开机 十多年的淘金经验让帕克知道有时候就得学会取舍 它再也不像以前根本不管原因是什么 只要设备一停止运转就会发脾气乱骂人 但要在150天内完成全部90英亩土地的挖掘工作 其压力不可谓不大 在有限的时间内设备每停机一天 就意味着这个压力又增加一分 趁着等太阳融化洞土的这段时间 所有队员都已经投入到一七料场剩下覆盖层的开辟中 他们必须尽快将无用废土拖走 将更大面积的永久洞土暴露在阳光底下 承受巨大压力的帕克也开始调动一切可用的人员 就连负责财务工作的老队员诺娜也没能幸免 虽然平时都是在办公室摁摁计算器 但其实她的另一重身份是资深的推土机驾驶员 只是这老美女每次碰设备都得搞坏点东西才罢休 强大的地时推土机才刚刚逛了两圈 她就发现推土产上的钢板都已经卷了起来 在召唤了小队的机械师过来后 诺娜骂骂咧咧离开了战场 匆匆赶来的米奇交代了一番后也返回了工作岗位 因为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 每年需要使用到的设备越来越多 故障发生的概率也会因为数量的提升而增加 为此已经专门组建了有数名各个工种队员组成的机修班 目的就是能将每次维修的时间缩短到最低 二把手间机械师的米奇很多时候都已经不需要亲自动手 机修班的队员也是藏龙卧虎 分分钟的功夫就将损坏的推土产维修结束 财神爷诺娜又开开心心跳上了属于自己的设备 不久之后玉空的天气情况终于有了好转 地下的永久动土层开始迅速融化 小队也在这段时间积攒到了足够的含金土料 喜矿工厂铁扇公主再次恢复了正常运转 队里的社会闲散人员大总管克里斯也被丢上了装载机 见证铁扇公主以红玫瑰的身份正式出道 在之后这十年捋破纪录的辉煌战绩 克里斯多年前是给这套设备填入第一产捅料的人 他现在唯一的信念就是看看自己和铁扇最终谁先退休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铁扇公主虽然停工了很长时间 但最终的黄金收获竟然还是达到了163.5盎司 帕克的玉空小队本年黄金总收获也来到了526盎司约16.4公斤 总价值也接近了95万美元 每天玩尼巴也能在一个星期内挣到80万美元 也就是某个求一个一等奖的收入 这样的工作你要非说不赚钱就有点硬杠了 通天路一七料场的筛洗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 要在150天内完成90英亩土地的挖掘 并完成1万盎司的年度总收获本来就压力巨大 但阿拉斯加另外一个队伍的淘金工作 也已经到了剑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 帕克现在最需要的是更多值得信任的队员 来自澳大利亚另外一个淘金世界的泰勒正式入队 作为同样的淘金世家子弟 泰勒在荒野猎金行业有着独到的见解 同时也是帕克这几年外出学习的小总管 二人之间有着绝对的信任 同工淘金有很大区别 但二者在本质上却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最主要的是他和帕克都对地下的黄金有着绝对的痴迷 只是从未接触过该行业的他只能从学徒开始 也就是矿场最基础的卡车驾驶员 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的老师是极度缺乏耐心的帕克 很难有老师傅教授学员的时候将油门踩到底飙车 顺便再来两个急刹展示一下刹车系统有多良好 基本只是三五分钟之后 帕克就已经不知钻到哪里去了 只留下泰勒一人在那独自领悟精髓 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泰勒运输的第一车土料就差点翻车 总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米奇第一时间纠正过来 不过好在泰勒终究在这方面多少还是有点天赋 三两天之后已经掌握了驾驶技术的精髓 好久没去甩两杆的克里斯却又开始心痒难耐 一个爱的抱抱后成功把泰勒骗上了装载机 看着在那原地转圈圈的泰勒 这小老头又在那月的跟个傻子一样 最后在成功指挥完成了一产土料的填装后 他又也要回去擦金子为借口果断撤退 又是剩下泰勒一人在那独自风中凌乱 偏偏这时候铁扇公主发生了窜息故障 不知所措的泰勒只能提起对讲机呼叫救援 第一时间赶来的三哥泰森赶忙停止了设备运行 一番检查后才发现因为泰勒发现得很及时 玉洗式的堵塞问题不算太严重 只是稍微疏通后就又开始了正常运转 可以说泰勒敏锐的观察力为他们节省了最起码几个小时疏通的时间 间接的也是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多的黄金收获 二把手米奇和三哥泰森当时就是一通彩虹皮 差点把旁边的铁扇公主都给整尴尬了 天赋型选手泰勒的新鲜劲依然没有过去 看见一头熊也得过去喊声哥俩好 看见几只鸟也能兴奋个老半天 自来熟的他更是很快与队员打得火热 时间也又一次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完美运行的铁扇公主本周黄金收获直接来到了449盎司约14公斤 总价值超过了80万美元 不得不说甜菜老儿留给自己的土地肥沃程度真不是该的 随着本年淘金季的时间快速流逝 每周黄金收获也在不断增长 帕克的焦虑感却也越来越强烈 一边是玉空小队要在150天内完成90英亩土地的筛洗 另外一边是阿拉斯加丛林开始的淘金工作 随着通天路1714英亩料厂的筛洗工作进入尾声 二七料厂覆盖层的玻璃也进入了收尾阶段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洗矿工厂铁扇公主搬到新的位置 继续下一阶段的筛洗工作 但正在玻璃覆盖层的二把手米奇根本抽不出身 搬运工厂的工作就只能由三哥泰森独自负责 好在有先见之明的米奇上一年就要求他搬运过几次 所以泰森独自操作起来其实也就是按部就搬的事情 铁扇公主按照既定时间出现在了新的位置 但之前经历过土电滑坡事件的泰森很注意尾矿水的处理 而当他再次返回搬运引流槽的时候 却发现来时候还好好的路回不去了 而这种时候他也知道谁都疼不开手 只能独自耐着性子修好被冲走的道路 随后又顺利带回了引流槽 并在二把手米奇前来验收之前开启了正式的筛洗工作 这一年或许将成为三哥泰森真正的蜕变之年 从一个小队长到真正的掌权者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铁山公主在一号料厂最后的筛洗收获为174.05盎司 在二号料厂的筛洗结果为55.8盎司 虽然相较于上周减少了一半 但考虑到牵纸和更换土地等一系列因素 还算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玉空小队本年黄金总收获也来到了1204盎司约37.4公斤 总价值超过了210万美元 据说这块土地上的一颗重黄金还买不来一颗化妆品 帕克本年淘金寄到现在1204盎司约37.4公斤的黄金总收获 也就只够换20万只每笔刚好给在座各位兄弟每人一只 甜菜土地通天路1714英亩土地已经完成全部清理 洗矿工厂铁山公主已经开始2711英亩的筛洗工作 其他队员也同步开启了三七料厂23英亩覆盖层的衣橱 开垦的速度决定了第二套洗矿设备牛魔王何时才能投入战斗 也决定了玉空小队能否顺利完成全部90英亩土地的挖掘工作 同时为了让每周黄金收获翻一个倍 帕克不得不调集了更多车辆和人员进入三号地 后被冻结的覆盖层和需要搬走的50万吨无用沸腾 再加上冻土融化后带来的一大片凝硬地 就是耶稣来了也只能一句骂卖品 已经是老员工的四妹也不得不重新回到卡车上 一边是帮助和照顾一下如泰勒一般的新人 另外一边也可以实时指挥搬运工作 但现在的四妹只要一出场就绝对没好事 驾驶的卡车轮子分分钟直接炸成了爆米花 好在几年工作下来早已是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她 男友刚好就是维修小队的队员 几乎是以最短的时间就将新的轮子重新换上 对于围期150天的淘金记来说 这样的故障应该已经算是最简单和最容易处理的 但在这种工期十分紧张的时候 人员的疲劳还是其次 很多机械设备长时间不停歇的工作就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即使驾驶娴熟的二把手米奇也难免遇到成堆的机械故障 不过自从组建了专门的维修小队后 她也终于可以做个甩手掌柜 为了能尽快将第二套设备牛魔王安排进场 几乎所有人员和设备都已经被拉到了极限 这其中唯一不包括的只有新队员泰勒 最起码每天还有时间逗逗狗 简简单单做个瑜伽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顺顺利利运行一整周的铁扇 本周黄金收获却只有139.3盎司 二号地块的土壤含金量似乎是个问题 但考虑到地下的黄金分布不均匀的问题 也倒暂时不必太过惊慌 但二号料场连续两周收获不如一始终是个麻烦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打开三号料场23英亩的土地 让第二套洗矿设备牛魔王尽快开始本年淘金工作 毕竟150天的淘金计已经过去了7个星期 留给他们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 偏偏这时候帕克不得不再次离开玉空地区 阿拉斯加那边的淘金工作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有 再不过去开始筹备工作就真的晚了 二把手米奇也立下军令状 一定会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内 将洗矿工厂牛魔王布置到位并正式开始工作 需要的土垫已经建造完毕 剩下的就是将牛魔王尽快搬运上去 然而当他们准备搬运料斗给料系统的传送袋时 本来一切正常的液压系统却开始疯狂吐出液压油 维修小队一番检查后才发现 蜜蜂油缸上一个很小的螺丝氧化断裂了 最心烦的事情还在于他们根本没有类似的备份 赶来的二把手米奇一看就知道附近的小镇也根本不可能有 价值十美分的小东西让牛魔王的筛洗工作彻底陷入瘫痪 米奇唯一能想到也是常用的办法就是从其他报废的设备上寻找 但同样的方法用了数百次后 报废几年的卡车都快被拆空了 再加上坏掉的螺丝尺寸十分特殊 他们找了几圈后都没能找到替代品 直到发现钻探大师利亚姆存放在这里的钻探机 米奇马上就寻到了刚好适合他们的替代品 上上液压油缸后发现几乎是为他们量身打造 随着料斗给料系统的维修结束 洗矿工厂牛魔王也正式开启了本年的第一次筛洗工作 两套设备合计400多码的筛洗速度 正将落后的进度再次拉回正常的轨道上 但要顺利完成全部土料的筛洗工作依然很不轻松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完整运行一整周的铁扇公主本周黄金收获162.85盎司 依然是个十分不如意的收获量 刚刚开启筛洗工作的牛魔王本周收获还是0 帕克的玉空小队本年黄金总收获也来到了1506盎司约46.8公斤 总价值超过了270万美元 接下来就看两套设备同时运转的成效了 淘金生涯要完成25万盎司约7.8吨 总价值4.5亿美元约32亿人民币的黄金收获 这是27岁的帕克七年前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 而在玉空淘金十年之后 他即将完成人生第一个5万盎司的小目标 之前连续三周黄金收获都只有100多盎司 让淘金小队意识到不是设备货人不行 而是二号地块土壤含金量确实太费 好在铁扇公主已经顺利将这里的土料全部拿下 接下来两套设备将同时进驻三号料场 大总管克里斯却在此时站出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们将在这周完成帕克淘金生涯第一个5万盎司的黄金总收获量 但前提是能在本周内顺利完成铁扇公主的签纸工作 并承担起一小部分的黄金收获量 毕竟对于27岁的帕克来说 这一年所要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 作为后宫大总管的克里斯除了每天给队员送上爱的抱抱以外 唯一能做的就是时常准备一些小惊喜 来刺激帕克不断向前 也激励着这一大群队员不断创造更辉煌的成绩 三号料场覆盖层的移除工作已经全部结束 大量值得筛洗的含金土料已经安排就位 刚刚启动的牛魔王已经开启了加速度 并以每小时220码的速度飞快运转 二把手米奇也开始招呼所有队员进行铁扇的牵纸工作 并在一天之后将全部组件安排到位 两套设备在今年总算实现了第一次合体 每小时合计420码的筛洗速度 只要三号料场的土壤含金量足够 理论上说小队每周的黄金收获量也将是之前的两倍 偏偏这时候四妹又一次出镜了 只要它一出现就意味着意外降临 而这次是料斗给料机隔山的遥控系统失灵 一心想在这周完成第一个5万盎司小目标的米奇 只能敢忙过来查看 这一看才发现应该是控制器发生了故障 但要重新购买一个的话需要的时间绝对不短 一出问题就会自动闪现的帕克再看了一会儿后 才忽然想起当时购买的时候好像多备份了一个 在进行相关配件的重装后 给料系统隔山的自动控制功能恢复了正常 洗矿工厂铁扇公主也恢复了正常运转 当这边的筛洗工作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 大总管克里斯却已经在搬着手指头计算还差多少黄金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刚刚完成签纸工作的铁扇公主 本周黄金收获124.3盎司 完美运行一整周的牛魔王本周收获174.9盎司 一周合计299盎司的黄金收获确实不算太多 但刚好让帕克淘金生涯黄金总收获超过了5万盎司约1.6吨 十年时间平均一年就是5000盎司 除了面前的几名大将功不可没 还有最重要的艺人就是已经去世的爷爷老约翰 而在未来岁月 每个5万盎司收获的周期或许还将不断缩短 毕竟如今的淘金小队早已成长成一方霸主 淘金既进行到了第十周 帕克本年黄金总收获来到了1805盎司 1万盎司的年度目标已经遥遥无期 好在喜矿工厂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终于实现同步运转 得到源源不断土料供应的两套设备来到巅峰时刻 90英亩的土地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其中1727合计25英亩的筛洗工作 接下来是合力攻坚37的23英亩料场 为了接下来的开采计划 闲来无视的帕克也开始全方位培训泰勒 而最基本的就是用淘金盆检测土壤含金量 但这一检测却让帕克萌生了新的想法 他们测试的地方是进出矿场唯一的道路 这里似乎有着不错的黄金含量 考虑到他们的用水许可将会在今年年底到期 帕克决定在原有土地的基础上 连带将这片面积只有10英亩的土地一起开采掉 这也就意味着本年总开采面积达到了夸张的100英亩 二把手米奇只能尽快安排设备入场 开启了新料厂优寒之地前期覆盖层的移除工作 同时这条是进出矿场唯一的道路 米奇还不得不抽掉了所有卡车进入 修建另外一条备用道路 偏偏这时候优寒之地的覆盖层移除工作 再次挖到了坚硬的洞洞 他们只能暂时选择放弃 但好巧不巧 这时候两套洗矿设备的土料库存同时告急 面对已经被挖断的老路和还未修好的新路 米奇只能带着所有队员进入了新路长路的修缮中 并在库存土料全部清空之前 顺利将需要的设备和人员都送了回去 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终于解除需要停机等料的危机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完美运行的铁扇公主 本周黄金收获为257.9盎司 同样运转正常的牛魔王 本周收获289.05盎司 合计一周547盎司约100万美元的黄金收获 让帕克的玉空小队本年总收获也来到了2352盎司约73.1公斤 总价值超过了400万美元 而接下来才是真正收获的季节 到1000盎司价值180万美元的黄金需要多久 某些人或许需要磕磕绊绊一整年 有些人却需要历史五年之久 而淘金王者帕克只会伸出两个手指头 自从上周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收获后 帕克本年总收获已经来到了2352盎司约73.1公斤 同时运转的两套洗矿设备还在不断创造新的佳景 正在接受全系统培训的泰勒已经从外勤进入了内野 帮助阿拉斯加淘金小队的筹建工作 但现在还差最重要的洗矿工厂 帕克不得不带着二把手米奇离开矿场外出寻找 但老板和二把手都走了 玉空小队全部淘金工作就落在了三哥泰森的肩上 虽然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锤炼自我的机会 但要完成每周450盎司的目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要分配好每一位队员要完成的工作 还得随时监控好两套设备的运行情况 三哥泰森有时候真希望自己能变成熏悟空 其实已经很努力在维持正常运行 但还是一不小心忽略了铁扇公主的筛洗情况 来不及轻走的尾矿已经成为潜在的威胁 再加上新入队的队员根本不知道该看哪里 当泰森发现的时候 玉洗是不知道已经被堵塞了多久 大量石块已经落入了水闸箱中 这无疑会导致黄金的大量流失 还不太熟练指挥别人的泰森 只能自己动手清理堵塞 随后又让队员尽快将堆积的尾矿清理干净 一切总算又恢复了正常运转 阿拉斯加的帕克和米奇四处奔走之后 总算寻到了关于洗矿设备的信息 本地淘金者维恩正在出租自己的设备 米奇经过研究后觉得这套设备 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只需要稍加改动后就可以投入运行 搞定了洗矿工厂之后 帕克又以租赁和购买的方式 搞到了一堆七七八八的设备 阿拉斯加第二小队的筹备工作暂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是最难的人员问题 二人风尘仆仆仆再次返回了玉空矿场 刚好赶上这周的称重环节 铁扇公主本周黄金收获为251.9盎司 牛魔王本周收获直接来到了323.55盎司 一周合计575盎司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黄金收获 绝对算是小队本年最好的一次清理 而如果能一直按照这两周的黄金收获量 淘金小队的队员又何必再担心年底的奖金 帕克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阿拉斯加的第二支淘金小队 阿拉斯加是他走出玉空的第一步 所以第二小队也被称为开拓队 虽然今年的计划只在这里完成1000盎司的年度目标 但要在剩下的半个淘金季从零开始不可谓难度不大 今年新入队的泰勒也正式被任命为小队长 当帕克没在这里的时候负责一应事宜 但现在的关键是只招到了唯一的队员马克 其他队员就只能由泰勒自己想办法 而第一阶段的筛洗任务就是之前发现的尾矿 对于这样的材料来说 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不需要前期移除覆盖层的步骤 只要将这多年以来新长出的数目全部推走即可 绝对是第二小队练手最好的地方 但筛洗尾矿在节省了一大笔燃料费的同时也存在致命的弱点 根本无法判断尾矿中的黄金存储量 比较熟悉机械的马克已经开启了前期工作 小队长泰勒也通过各种社交媒体 招募到另外的两名队员胖兽头驼 兽头驼算是比较熟悉各类机械也能承担大部分的工作 所以对于帕克前期的安全培训多少有点不在意 转个身的功夫就把挖机给陷在了淤泥中 胖头驼虽然除了卡车以外都不会开 但一番培训后还是被塞进了挖掘机中 毕竟这里现阶段最需要的就是挖掘土方 好在一段时间后泰勒又招募到了拥有四年矿场工作经验的金刚葫芦啊 加上帕克的六人小队正式聚起 但今年除了筛洗前被矿工留下的尾矿外 帕克还计划打开另外一块四英亩的原始未开采地 之前的钻探结果显示30英尺厚的覆盖层之下 存在一条4英尺厚的黄金矿脉 再往下可能存在大量纵红交错的废弃矿洞 一旦这些矿洞被挖通将会是灾难级的状况 所以说开拓队接下来的淘金工作几乎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 再加上随时可能发生的机械故障 没有专职机械师的他们就只能依靠马克 也就是小队里面唯一的全能型选手 他或将成为接下来泰勒最得力的助手 当开拓队这边的工作进入正常以后 帕克再次返回了玉空地区随便交代了一番后 又立马坐着他价值3块5毛8的小飞机返回了阿拉斯加 不过当二把手米奇和三哥泰森同时都在的时候 玉空小队友他没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区别 前两年过够了咸鱼老板的影后 手下核心成员随便拉一个出去都比某些人强 而且强的绝对不是一星半点 喜矿工厂铁扇公主和牛魔王正在全力筛洗三期撂场 但接下来的四期撂场中却有帕克小飞机的专用跑道 要想顺利开启前期覆盖层的移除工作 就必须在另外一片已经开采过的土地上建造新的飞机跑道 毕竟要同时管理两个队伍的帕克 接下来小飞机会是最常用的代步工具 但这种时候任何附加的工作都会拖缓进度 一边是四期撂场覆盖层的包厨 一边是新飞机跑道的建造 还有两套喜矿工厂绝对不能停止运转 米奇和泰森几乎已经忙到焦头烂 无奈之下不得不又组建出以克里斯和肯大爷为主的老民队 专门负责四号撂场的开辟工作 这对于实在不想在家反老婆的肯大爷来说 简直达到了人生巅峰 八十多岁还可以在自己最喜欢的工作岗位上玩着自己最喜欢的玩具 即使今年帕克开垦的土地不是他家的 即使帕克到底给不给他发工资也难说 但这老爷子反正就觉得这比在家养老开心的 但仅仅只是几天后 三大部分的工作同时陷入僵局 牛魔王和铁扇公主对于三号撂场的筛洗工作进入尾声 四期撂场的开辟工作进展缓慢 最强大的第十一推土机还在此时发生了故障 新飞机跑道的建造也因此陷入僵局 维修小队在这种时候开始显现真正的实力 这群在有些方面的技术几乎可以和米奇一较高下的队员 以最短的时间更换好了推土机的领带 新飞机跑道总算在本周工作的最后一天顺利完工 而当他们布置好风向标等设施后不久 帕克的小飞机也刚刚好赶了回来 贴心的大男孩们已经把他的皮卡停在了旁边 时间也刚好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铁扇公主这两周黄金收获为488.6盎司 牛魔王这两周的黄金收获达到了惊人的566.55盎司 两套设备两周合计1055盎司约190万美元的黄金收获 几乎又是某些人一年的收获量 也是一些刚刚组建的菜鸟兑5年的量 帕克本年黄金总收获也来到了3982盎司约123.8公斤 总价值超过了710万美元 一去几周都是过百万美元的黄金收获 让帕克本年总收获来到了3982盎司约123.8公斤 总价值超过了716万美元 洗矿工厂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同时运转 几乎已经筛洗结束了90英亩土地的半数 150天的淘金记刚好也过去了一半时间 如果能按照现在的节奏一直继续 应该可以在淘金记结束前完成全部挖掘工作 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三号料厂即将再次枯竭 为了避免两套设备的搬运时间挤在一起 小队的计划是提前完成牛魔王的签纸工作 这样在铁扇公主完成剩下土料的筛洗后就可以实现平稳过度 偏偏这时候二把手米奇不得不回家庆祝结婚纪念日和看望女儿 经历过上次家乡的火灾后 让他更明白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 再加上帕克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阿拉斯加的新业务中 玉空小队这边再次由三哥泰森独挑大量 接下来再按照既定计划顺利完成了几天的筛洗 泰森也来到搬运牛魔王到新位置的环节 即使帕克和米奇都不在 但他还是选择给自己和队员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要在接下来的36小时内完成牛魔王的签纸工作 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以现有的人手基本已经很难在如期完成 好在帕克放拳的时候连人士拳都已经全部开放 泰森自己做主招募了两名信得过的队员 因为这两人在他加入帕克的淘金小队之前 曾是他的前任和前前任老板 只不过现在的身份却对调了过来 有了两名熟悉机械的前任老板加入 牛魔王需要的土制底座很快完成建造 至于接下来搬运设备的工作就只能由他亲自完成 不过这几年以来他已经独自完成过无数次 整个流程操作起来都已经驾轻就熟 喜欢工厂牛魔王顺利在实现内出现在新位置 并顺利开始了对4号料厂的筛洗工作 然而仅仅只是几分钟后筛洗工作就被迫中断 料斗给料机的传送带又发生了不知名的故障 刚好此时回家的米奇提前赶了回来 一番检查后才发现只是发动机的线头脱落 这让三哥泰森顿时吃了一剂定心丸 因为这种故障只要找到了源头甚至都不能被称作故障 时间很快又一次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运转正常的铁扇公主本周黄金收获189.5盎司 刚刚完成搬运的牛魔王本周收获也来到了144.4盎司 一周合计334盎司价值60万美元的成果 虽然比不上前面几周到也还算可以接受 当玉空小队这边的淘金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了时候 另外一边的开拓队在经历过前期各种准备工作 刚刚过了28岁生日的帕克终于来到一个新的开始 随着租赁的洗矿工厂小红鸟顺利到火 从零开始的开拓队今年的淘金工作总算顺利开启 在接下来半个赛季不到的时间里 他们的目标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1000盎司 但对于这样一个淘金小队来说 一切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即便帕克前期已经进行过各种钻探和研究 但地下的世界又有谁真的能敢说全部门青 再加上随时会出现的各种机械故障和队员失误 开局第一周的总筛洗时间只有14个小时 黄金收获总数也只有13.82盎司价值23000美元 对于这样的队伍来说 应该还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帕克走出玉空的计划不管最终能不能成功 最起码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而当他再次返回玉空地区之后 刚好也迎来玉空小队这周的黄金称重缓解 铁扇公主本周黄金收获为200盎司 牛魔王本周收获为257.25盎司 合计一周457盎司价值80万美元的成果 也让帕克的玉空小队本年黄金总收获来到了4788盎司 约149公斤 总价值已经超过了860万美元 为什么某些人淘金如此艰难 但帕克十年淘金之路却如此轻松 面对今年年底就会到期的用水许可 淘金小队的队员已经全部都杀疯了 或许是习惯了整体队伍快节奏的氛围 又或者因为日积月累耳濡目染之后 已经将整个团队真正凝成了一股声 平时根本不需要二把手米奇或三哥泰森来催促 其实普通队员也会去思考如果到结束的时候 90英亩的土地只要还有任何一点没有挖完 对于整个小队来说都会是一笔损失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力量改变不了多少 但最起码可以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工作做到极致 所以与其说帕克用了十年成为育空最成功的淘金者之一 倒不如说他用了十年打造出一支最好的淘金小队 如果仔细去分析会发现现在的队伍到底有多牛 上有淘金界活化师肯大爷这种供奉级人物 克里斯这种可以面面俱到的大总管 中间有二把手米奇 泰森这种中流砥柱 下边还有诸如维修小队四妹等这种逐渐成长起来的队员在拼干虫 而帕克之所以可以心安理得的当自己的闲鱼老板 主要的原因还是手下的队员越来越强 他只需要做出重要决策即可 而经过淘金剂前半段的紧张工作 一二三七料厂48英亩土地的筛洗工作已经全部结束 洗矿工厂铁扇公主已经进入停机状态 牛魔王则也在四七料厂开启了新一轮的淘金工作 三哥泰森独自在这边负责土料的挖掘 最后就是最大一块面积为二十四英亩的五七料厂 为了便于铁扇公主尽快进入这块土地 淘金小队必须将覆盖层尽快清理干净 但在这样的季节完成这样的工作十分困难 刚刚挖出来的冻土还来不及运走就会融化 十分不利于搬运工作 偏偏这时候米奇驾驶的挖掘机还被开到冒烟 虽然最终确定只是散热系统出现了部长 但肯定是需要进行一次大修了 他只能紧急召回了维修小队的成员过来 但新料厂的挖掘工作一刻都不能耽搁 否则洗矿工厂铁扇公主就不得不进行一段时间的停机等待 实在无奈的他只能暂时争掉了泰森的750挖掘机 又给他安排了另外一台小型的480 但480根本无法满足牛魔王的土料工艺 泰森不得不将筛洗速度尽量调低 但这样就导致了一套设备停机另外一套设备处于半开状态 问题的关键还得看维修小队何时才能将受损的700型挖掘机修好 好在这一群机械师也都不是吃干饭的 分分钟的功夫就将其修好交付到了泰森手上 洗矿工厂又一次恢复到了每小时220码的筛洗速度 4号料厂的含金土料正在飞速消失 然而仅仅又是一小会儿之后 泰森再次发现料斗给料系统的传送带不动 经过万能维修模式关机重启后总算修好 但紧接着两秒钟后再次发生了故障 而这一次是末端的给料机直接出现了异常 每次运行个几秒钟后又会停机一次 维修小队的成员也已经找不出问题所在 二把手间机械师的米奇匆匆赶来 才发现应该是其中的稳压器出现了问题 虽然他们手中有备份 但二者好像不是一个型号 实在无可奈何的米奇只能使出了自己的必杀机 关机重启不行就只能给机箱吹吹灰了 没想到这一吹还真让设备重新恢复了运转 这让旁边的小伙顿时感觉自己果然还是太年轻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在经历过这一周状况百出的筛洗工作后 唯一还在正常运转的牛魔王本周黄金收获为209.5盎司 玉空小队本年黄金总收获也来到了4984盎司 约155公斤 总价值已经接近了900万美元 接下来就看铁扇公主何时才能开启新一轮的淘金工作 另外一边阿拉斯加的开拓队这边 在经过几个星期的磨合后 淘金小队的工作总算进入了正常轨道 队员胖头头负责土料的搬运工作 大量的尾矿已经被挖出来储存在一边 队员兽头头负责土料填装工作 洗矿工厂小红鸟随时维持在150码每小时的筛洗速度上 但对于帕克来说 他真正在乎的还是那片四英亩的原始未开采地 金刚葫芦阿和马克正在进行前期覆盖层的移除工作 如果最终证实这里的土壤含金量确实是玉空地区的5倍 那么阿拉斯加或许就会是所有队伍的未来 刚刚结束玉空小队那边工作的帕克也赶不过来 并参与到了前期覆盖层的移除工作中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料场越来越泥泥 似乎正有地下水不断注入料场中 一通分析后才意识到多余的水应该来自附近的池塘 因为底部是厚厚的冻土层 随着气温越来越高冻土也在开始融化 池塘中的水就会透过护堤渗透到料场中 帕克的计划是挖出一个排水区让周围的水聚集起来 再通过水泵将其全部排出去 然而当他们第二天回到矿场的时候 整个料场不但没干反而变成了一个池塘 水泵都已经被淹没其中不见了踪影 一群人千辛万苦总算将其重新打捞上了 马克对其进行了一番修理后 竟然又恢复了正常运转 直到将料场中的水全部排干后 覆盖层的移除工作总算又再次开启 时间也很快来到这周的称重环节 小红鸟本周的黄金收获为94.4盎司 两次称重让阿拉斯加开拓对本年总收获来到了108.25盎司 总价值约为19.5万美元 距离1000盎司的年度目标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接下来就看4英亩原始为开采地土壤含金量是否真的是育空的5倍 这竟然只是个纯金打造的烟灰缸 虽然价值达到1.2万美元约8.7万人民币 但也只是帕克随手送给手下的生日礼物 要是谁也能给我来个180个该有多好 150天的淘金记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 帕克的育空小队本年黄金总收获也来到4984盎司约155公斤 1万盎司的年度目标已经没有了希望 剩下的唯一追求就是将90英亩的土地全部筛洗结束 毕竟用水许可证将在今年年底到期 明年能不能再在育空淘金都是个未知数 洗矿工厂牛魔王依然在四七料场上全速运转 但因为五七料场24英亩的覆盖层一直没有移除结束 洗矿工厂铁扇公主已经停机了整整两个星期 好在经过这一段时间不眠不休的熬战 料场的一切终于准备就绪 接下来只要将铁扇公主搬运过去 就可以开启新一轮的淘金工作 然而当他们总算将所有部件搬运结束 并在五号土地上重新组装起来后 烟饮太大的水泵喷出一口浓烟后当场一命呜呼 没有供水就意味着无法正常运转设备 二把手间机械师的米奇不得不亲自前往检查 不过只是分分钟的功夫就让他再次起死回生 铁扇公主也总算开启了本年淘金季最后一片土地的筛洗工作 能不能顺利完成全部任务就看他接下来的表现 随着所有淘金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玉空淘金小队本年的工作总算可以舒缓一丢丢 接下来只要保证好正常的土料供应 尽可能减少因为设备故障造成的各种停机时间 完成最后一部分的筛洗工作应该刚刚好 至于最终能收获多少黄金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二把手米奇也总算可以静下心来继续培养和提拔新人 入队第二年的艾文今年才刚刚19岁 在开了整整一年半的卡车后 最终从一众淘金菜鸟中脱颖而出 被正式提升为装载机驾驶员 并开始负责土料填装和尾矿的清理 但仅仅上班了几个小时后 他就发现水闸中出现了大量的石头 总是会给新人更多关注的米奇和泰森同事赶了过来 几乎都不用检查就知道 当水闸中出现这么大的石块石 激震器的筛网肯定是出现了破损 类似的故障在这么多年的淘金剂中已经出现过无数次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以前的他们不会有备份 现在仅仅只需要去找个备份过来重新换上就行 但说到底这一年出现的故障确实比往年多了太多 或许是因为工期太过紧张 所有设备一次又一次被拉到极限状态 又或者是因为一部分设备也确实达到更新换代的阶段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这周工作的最后一天 已经擦好所有金子的大总管克里斯进入了悠闲时光 这是帕克为他专门修出来的欢乐壶 而这一天也刚好是他的71岁生日 作为老板的帕克一上来就丢给他一个纯金打造的烟灰缸 开心的小老头当即将其放在了秤上 刚好价值一万两千美元 这种生日礼物送我百十个绝对不嫌多 不过帕克却表示这只是自己代表所有队员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接下来是本周最关键的称重环节 只运行了一天半的铁扇公主 本周黄金收获为51.6盎司 完整运行一整周的牛魔王 本周收获竟然达到了336.05盎司 帕克的玉空小队本年总收获 也来到了5372盎司约167公斤 总价值已经超过了960万美元 本年淘金既至此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通天路上1237料场全部清洗结束 牛魔王所在的四七料场也完成了三分之二 铁扇公主却才在24英亩的5号料场刚刚开始 最后的覆盖层移除和筛洗工作几乎是在同步进行 偏偏这时候进料口的隔山再次发生了故障 这已经是本年第二次出现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经过很多年的运行之后 设备几乎已经来到了极限 维修小队只能暂时将其重新拼凑在一起 勉强应该能应付到本年淘金既结束 不过这也由此也衍生出新的问题 进料口的隔山已经承担不起炉之前一般的高强度作业 一旦这套系统使用过程中彻底报废 铁扇公主根本不具备筛洗这种夹杂大量不规则巨石的土料 米奇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铁扇的筛洗速度尽量拉低 但这也会导致无法顺利完成最后24英亩土地的筛洗工作 一番合计后 只能将挖出来的多余土料通过运输卡车送到四七料场 让牛魔王来帮忙分担一部分压力 而这无疑也会增加一大笔本不必要的运输燃料费 不过比起将这些饱含黄金的泥土留在地下 他们还是更愿意将其全部筛洗干净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刚刚进入五七料场的铁扇公主 本周黄金收获277.3盎司 得到过量土料供应的牛魔王 本周收获竟然达到了342.8盎司 一周合计620盎司价值超过110万美元的黄金收获 已经算是今年以来最好的一次清零 但直到现在好像这也只能算是常规操作 帕克的育空小队本年总收获也来到了5992盎司 约186公斤 总价值刚好超过了1000万美元 但与之相对的却是阿拉斯加那边的酬云惨淡 或许是帕克这么多年淘金生涯亏得最惨的一次 也或许就是一直有人最津津乐道的破产之旅 育空地区的淘金工作进展整体顺利 让他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阿拉斯加的第二小队这边 虽然之前筛洗尾矿让他们收获了108盎司的黄金 但那毕竟只是权益之计 也只是给新队伍练手用的小项目 帕克如果想将未来全部的淘金工作向这边转移 就需要打开真正的原始为开采地 检验这里的土壤含金量是否真的是育空地区的5倍 所以第二小队本年的淘金工作 说到底只是帕克走出育空地区的一次试探 新组建的开拓队还在对四英姆原始为开采地 进行前期覆盖层的移植工作 全能型选手马克未来或许会成为第二个迷奇 不但熟悉各类机械也能处理一些设备故障问题 而他们的挖掘工作也很快触及到了含金历史层 源源不断的土料开始被送往洗矿工厂 这是结束豪珠西大金块矿淘金工作的十年后 帕克在家乡阿拉斯加的又一次重要的尝试 然而他显然低估了这片土地的复杂程度 过剩的地下水资源一直都是他们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 而老前辈之前开采这片区域的时候 在地下打出的纵横交错的矿井将这个威胁无限放大 已经被地下水灌满的就矿井一旦被捅过 新挖掘出来的料厂被淹没也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类似的意外几乎每天都会不断上演 而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就是超长的排水时间 以及因为缺少土料被迫关闭的洗矿工厂 即使同时动用三个大型水泵排水 挖掘设备也需要等待几天才能再次进场 而重新进场之后所要面对的又是重新填满的淤泥 小队长泰勒没想到自己入行第一年 就要面对这种无穷无尽的麻烦 以前在澳大利亚荒野猎金最缺的就是水 却没想到终有一天也会因为水太多而烦恼 帕克除了接受这一次算是十年来最艰难的尝试以外 似乎也已经找不到其他安慰的话语 然而今年这里的淘金工作毕竟是关未来 再加上前期保证金、租设备、燃料等开支已经投入了50万美元 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坚持 好在这个临时组建的淘金小队整体还算靠谱 四英姆原始为开采地的挖掘工作始终在艰难推进 帕克也暂时静下心来再次全程参与 但随着料场越挖越深 所有大型机械也开始陷入如履薄冰的局面中 一旦再次挖到老前辈留下的废弃矿洞 其中蕴含的地下水可能会让所有设备分分钟被淹没 而且关于水源过剩的问题还不单单来自地下 四周纵横交错的小溪和河流也是隐患 即便小队的队员已经事先在料场旁边开挖出用于排水的壕沟 但当小队长发现水位正在快速上升 并同时打开三台水泵的时候已经晚了 被瞬间填满的排水渠再次向料场倾泻 直到帕克不顾危险赶来进行处理 危机总算暂时被解除 但紧接着他们又一次挖到了前辈留在地下的矿子 源源不断的地下水开始喷涌而出 而这已经是本周的第二次 队员虽然尝试进行了堵塞 但好像已经根本无济于事 小队长不得不再次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但其中一台挖掘机还是被困在了料场中 不顾危险的兽头驼只能赶过去将其救出来 毕竟这是一台价值50万美元的挖掘机 如果被水淹了就真的亏大发了 料场也因此再次被涌出的地下水填满 所有队员除了在一旁观望根本没有办法 回顾着这几周以来发生的种种 帕克终于下定决心结束开拓队今年的淘金工作 这种无穷无尽的麻烦继续下去只会让他亏得更多 这几天以来的筛洗工作还是让他们收获了一些黄金 但也只有可怜的38.6盎司 也就意味着帕克今年在阿拉斯加的淘金业务黄金总收获为147盎司 总价值25万美元 考虑到前期租赁设备和小队所有开支投入的50万美元 他还是因此亏损了25万美元 不过这毕竟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尝试 帕克并没有向某些人一拍脑壳就做决定 如果当时想都没想就将玉空地区的大部队拉进来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经历过这几个星期的磨难后他又开始有了新的思考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情 这一年最起码又为他带来了一支优秀的队伍 关于泰勒 关于马克 关于胖兽投驼和金刚葫芦啊 帕克当场承诺会给他们留下工作的机会 或许在未来还会再遇见 过两套设备一周100万美元的黄金收获已算常规操作 那么单套设备在一周内完成100万美元黄金收获能不能算是优秀 当阿拉斯加的淘金工作已巨亏25万美元结束之后 帕克终于全身心投入到了玉空地区的淘金季中 虽然这一年以米奇和泰森为首的小队确实过得艰难 但他们还是完成了5992盎司约186公斤 总价值刚好超过了1000万美元的黄金收获 但接下来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 周围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再提醒他们 今年淘金季剩下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 急剧下降的气温将会让更多的问题密集出现 淘金小队所要面对的还有即将到期的用水许可 和依然还没有筛洗结束的4757料场 考虑到明年有可能已经无法再回到这里 帕克始终坚持要将地下的所有黄金一起挖出来带走 除了正在开采的90英亩土地之外 还包括那片10英亩的优寒之地 之前覆盖层移除的时候因为挖到永久洞土被迫暂停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太阳照射后 帕克有理由相信那里的永久洞土应该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 大量的机械再次被派进优寒之地中 虽然在这样的季节再去重开新的料场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但为了地下的黄金一切都值得尝试 另外一边的洗矿工厂牛魔王经过一段时间的全速运转之后 总算将4718英亩的料场全部筛洗结束 接下来需要将其重新布置到优寒之地 进行最后一轮的淘金工作 但两地之间的距离却达到了1.6英零 要拖着重达45吨的设备 前进这么长的距离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尤其借到刚刚修好的飞机跑道时 几次差点与降落的小飞机相撞 二把手米奇不得不亲自操刀完成这部分工作 好在整个过程都是有惊无险 小队顺利完成了本年的最后一次设备搬运 洗矿工厂牛魔王也开始今年最后一片土地的清洗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完美运行一整周的铁扇公主 本周黄金收获刚好300盎司 牛魔王在四号地最后的清理结果为109.9盎司 在优寒之地的第一次清洗结果为159盎司 合计一周569盎司超过100万美元的收获 从整体清洗的时间上来看 优寒之地似乎拥有更好的土壤含金量 本年淘金即随即也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但淘金小队与去年8309盎司的黄金总收获 还有很大差距 洗矿工厂正在筛洗的57料厂只剩下最后6英亩 牛魔王正在筛洗的优寒之地 却才刚刚开始不久 所有队员都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毕竟今年他们将要完成的是 前所未有的100英亩土地的清洗 天天这时候料斗给料机再次发生了故障 这已经不知道是今年的第几次了 归根结底还是帕克的这一堆设备 在经过无数年的极限运转之后 很多地方都开始出现不大不小的故障 但往往就是这些小故障 却足以让整套设备停止运转 而这一次出问题的又是 其中一个变压期发生了短路 米奇很确定他们已经没有类似的被分 但他毕竟是被称作天才机械师的男人 很快找来了两个12伏的蓄电池 通过串联组成了24伏的稳定电源 替代了受损的部件 料斗给量系统再次恢复了正常运转 间接地也让牛魔王再次动了起来 但仅仅只是又工作了几天后 给全套设备供电的发电机却忽然浓烟滚滚 米奇一检查才发现整套设备基本算是彻底报废 一时半会儿根本不可能修好 再加上没有备用的和熟悉的人 也没有刚好闲置的发电机 米奇不得不向帕克通报了现在的情况 考虑到优寒之地剩余土料只够筛洗最后三天 权衡再三的帕克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 毕竟这么短的时间 要找到这么大功率的发电机并非一时 但这也就意味着洗矿工厂牛魔王再次被迫提前下险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这周的称重环节 完美运行的铁扇公主本周黄金收获 竟然达到了355.95盎司 单套设备单周收获超过了60万美米 然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提前结束的牛魔王 本周黄金收获居然达到了572盎司约17.8公斤 以一己之力拿下了单周100万美元的最好成绩 也就意味着帕克本周两套设备合计收获928盎司的黄金 优寒之地再次刷新了土壤含金量记录 小队本年总收获也来到了7489盎司约233公斤 总价值超过了1300万美元 但与之相对的 却是他们距离上一年8309盎司的收获总量还差820盎司 本年淘金季却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多星期 在50天挖到252公斤 总价值超过1460多万美元约1亿人民币的黄金 这可能是小编投胎10次也未必能挣到的钱 而且过程中还得保证别入错了倒成了其他物种 而这仅仅只是人家28岁小伙闭着眼睛就得来的收入 本年淘金季已经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 帕克的玉空小队还差最后820盎司就能突破去年的总数 但随着洗矿工厂牛魔王的提前下险 想创造新黄金收获记录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但上周在优寒之地的清洗实现了单套设备572盎司黄金收获的记录 也让他们意识到了那片土地的黄金含量到底有多高 综合考虑到因为用水许可到期的问题 明年或许已经无法再回到这里淘金 帕克对优寒之地剩余的土料实在心仰难耐 一番权衡后最终还是决定将其运送到5号地 让还在运行的铁扇公主进行集中侵略 但随着玉空地区的气温越来越低 土料的筛洗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随时发生的堵塞问题让负责设备运转的泰勒和四妹一通手忙脚乱 剩余土料的挖掘工作也变得奇难无比 不过每年到了这种时候这些问题都是常态 无论是人员还是设备其实都已经被拉到了极限 只能靠意志力坚持到再也洗不动的那天为止 本年的淘金季虽然尚未结束 帕克却已经在忧虑淘金小队明年或者未来的开采计划 来自澳大利亚的泰勒再次被召唤 帕克希望能在南美洲的秘鲁寻到新的金矿开采地 而泰勒必须提前解决好工作签证等一系列问题 他也正式提前离开玉空地区开始前期的准备工作 闲鱼老板帕克也顺势补缺成卡车司机 只是他驾驶的卡车才一出现 就让米奇和泰森捏了一把碗汗 几乎所有人员和设备都动了起来 在大地被彻底冰冻之前 将剩余两块土地中所有含金土料挖掘出来 而且作为淘金人的职业习惯 即便现在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 帕克还是随时对挖过的地方进行土壤含金量检测 目的就是不想剩下任何一丁点的黄金 多年前地主田菜刚刚开始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 帕克还十分反感和不解 却没想到终有一天他却开始自愿做同样的事情 克朗代克的冬天如期降临了玉空地区 喜矿工厂铁扇公主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面对随时会因为气温过低被终结的淘金剂 二把手米奇主动提出和三哥泰森承担夜班的工作 因为一般的队员很难应付这种时候的各种问题 同时为了避免夜间水闸被冻住 大总管克里斯更是直接提前安排上了防水 但在这种时候最大的问题永远是设备的毒素 两人只能一边清理一边进行筛洗 以前的队伍这部分的工作都需要帕克强制安排 但这两人似乎真的已经把小队的淘金工作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没有抱怨没有牢骚 一心只是干就完了 偏偏这时候激震器的弹簧也报废了一个 面对随时可能被冰冻的设备 二人又耐着性子连夜进行了维修 无论是从业务的熟练程度还是对于团队的归属感 帕克能培养出这样的二三把手 真的已经算是捡到宝了 而有了手下一众队员的努力后 帕克竟然真的在冬天彻底降临前完成了全部100英亩土地的筛洗工作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他们真的就是做到了 时间也很快来到了本年的最后一次称重环节 通天录最后的黄金收获为388.5盎司 优寒之地最后的清理结果为240.8盎司 也就意味着帕克本年黄金总收获为8118盎司约252公斤 虽然比上一年的最好成绩少了差不多200盎司 但还是给帕克带来了约1460万美元的收入 折合人民币就是刚好一小的赢 至此属于帕克本年的淘金记赞告一段落 但属于他们的淘金生涯依然还在继续 更多的黄金还在等待他们的挖掘 更好的成绩还在等待突破 请不吝点赞告